原梦巨人简介 原梦巨人简介 布鲁斯班纳博士是美国军方的一位科学家 从事一种使用伽马射线的新型炸弹的研究 布鲁斯班纳的前女友 学术研究同样出色的同事贝蒂罗斯珍伊福康奈利是厌倦于她情感的壁所 转而成了她平静生活的旁观者 在一次实验中 班纳为了保护一位年轻的同事 使自己暴露在致命的伽马射线之下 出乎意料的是班纳不仅没有被射线杀死 而且还从奇怪的辐射源中 获取了不可思议的力量 当她发怒时 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绿色怪物 当军方德之后 他们派出了最强大的战士四处追捕她 一遇获得其中的秘密 个人之间的恩怨 家庭之间的心情一幕幕的展开了 巨人捕手杰克简介 影片讲述再长达几个世纪的放逐之后 这些巨人第一次冲回大地 他们是要夺回到失去的领土 而杰克为了阻挡巨人的脚步 也被迫加入这场生死攸关的战斗 为了国家和人民 以及勇敢的公主对于自己的青睐 杰克必须直面 她一度认为是存在于传奇中 不可阻挡的对手 而她自己最终成就 那属于自己的传奇格列佛游记见解 格列佛是一个公司由正式小职员 岁数也不小 可是夜和爱情却都一无所成 平时唯一的爱好 就是星球大战玩偶作伴 一次阴差阳错的公派任务 把她带到了百慕大群岛 不料出海及遭遇到大风暴 在一切风平浪静之后 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地图上没有的神秘小岛 这里住着成百上千小人 而自己正被他们用巫术根绳子盯在了海滩上 成为了他们俘虏 但久而久之 小人国的人民和格列佛变成了好朋友 利府巨人 浅借明尼索达周阳光明媚的一天 霍克教官引领马丁威廉姆斯 MS K赛克斯莫特 菲克 罗斯威尔和瑞特那等五名年轻人 来到了位于深山老林隐秘之处的营地 展开新兵训练 这几名年轻人性格张扬 各有心事 虽然心底极度抵触这样的强制兵役 可却无可奈何 幽静隐蔽的自然丛林 恐怖的气氛悄悄蔓延 这里隐藏着传说 中的斧头巨人保罗翻扬 近期的巨人 简介 根据剑山创的同名漫画改编 是电灵版的前篇 由童口真寺指导 三浦春马 长谷川伯吉 水源西子等人主演 影片以原著故事 为基础 加入一些原创内容 描写巨人的事迹 还有与之对抗的年轻人们 欢迎补充推荐点个赞